经常看荒野独具的朋友都知道 选手们基本上都是靠鱼肉填饱肚子 运气好的时候能够弄伤一堆鱼 就是这边的味道实在是不行 瞧瞧他这表情 很难想象到底有多美味 想象他一样抓到那么多的鱼 那当然得去制造个木筏出来 保证能天天进货填饱肚子 大家觉得他们这样能坚持多久呢 挑战进行到第一天 八名选手在挪威森林那 开局并不是很顺利 为了搭建好庇护所 那可是费势费力 钓鱼收获也不是很顺利 大家情绪都不是很好 而乔尔这边情况就更糟糕了 昨晚几乎没怎么休息过 整个人那是疲惫的不行 好不容易才熬到天亮 精神状态那是糟糕透了 很想现在就回家躺着休息 谁都没想到理查的会摔倒地上 现在膝盖那是疼得不行 勉强还能爬起回到庇护所 这已经是老毛病了 突然复发让他有些难受 只能呼叫医生过来看看 他肯定是希望不会被强制退赛 不过如果为了安全起见 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好点 理查的情绪那是相当低落 很快医生就来到这边进行检查 情况比想象中还要糟糕 稍微触碰下 他都已经疼得冒冷汗 医生建议是最好就是不要走动 如果不能去收集食物和柴火 留在这里也是在折磨自己而已 非常遗憾 理查的只能被抬走了 他原本还想挣扎一下 但是身体那是抖得很 已经完全没法控制住了 最后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理查的被搀扶到船上 好家伙 这都不给个担价 真怕他那膝盖情况继续恶化 我就好奇这保险公司能报销吗 理查的没想到自己会因为旧伤退出 感觉真的是来了个寂寞 情绪那是低落的不行 以后怕是更没有机会来参加挑战了 还没好好展示自己的实力 最难受的是他第一天就退出挑战 辜负了家人们对自己的鼓励 随着理查的离开 现在场上只有7人留在场上 挑战进行到第二天 乔尔正忙着收集柴火 昨晚自己也没有怎么休息 他没想到睡眠会成最大的问题 都已经没心情去获取食物 现在只想将庇护所弄好点 希望这样能够睡个好觉 强忍着难受努力工作下去 有机会再去弄个钓鱼的工具 没想到这里会碰到刻画树 随便一掰就断 刚好拿去做柴火 目前野外求生过的其实还行 就不知道食物和睡眠怎么解决 光顾着收集柴火 都忘记拿出鱼网检查看看 他打算弄一个钓鱼的平台 这样就能鱼网放到更远地方 只是这实在太过消耗体力了 乔尔感觉自己需要停下来休息会 而西莱维已经在制造钓鱼工具 对于他来说食物更加重要 看看这能否帮助自己弄到食物 虽然形状看起来有些奇怪 但理论上确实能方便甩钩出去 尽量打磨得光滑一点 现在可以去岸边尝试一下 然而这比想象中更糟糕 并没有甩到远方 老师扔出一半就卡住不动 他不知道是哪里出现问题 明明别人也是这样做的呀 没办法只能回去再想想办法 瞧瞧这边有条大鱼游过 或许应该在这里不止于往会好点 看得他肚子都饿了 丹尼尔这边在探索着周围 他希望能找到个合适的钓鱼点 已经很久没吃到肉了 现在肚子那是饿得不行 非常怀念跟妻子一起的日子 这要是能过来散步就好了 本身的工作就比较危险 他很想拿到奖金改变现状 让家人们过得幸福一点 自己来之前也是做过不少准备 只有孤独感是很难解决的 想着投入到工作中就会忘记掉 其实并不是这样子 反而会让自己感觉更加孤独 真的是靠意志强忍下去 平时还能跟妻子好好聊聊 缓解一下自己的情绪 也不知道这次挑战会持续多久 希望回来时一切都安好 丹尼尔已经来到水利检查鱼网 今天运气不错抓到四条鱼 如果后面每天都能抓到一条鱼 不敢说我拿奖金 但是至少能够熬完这个月 这才是野外求生的打开方式 他在考虑要不要能够烟熏架子了 乔纳斯这边虽然也试着去钓鱼 但是效果并不是很好 已经两天没有吃过东西了 尼克强忍着寒冷去布置鱼网 身上的衣服那是全部湿透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最好还是制造个木筏出来 他实在不想泡在水里面了 如果没有足够多的食物补充 身上的肌肉那就要垮掉 回去又得加烈很长一段时间 现在也只能多砍些木材下 只要木筏制造好 相信肯定能够得到更多的食物 说实这样说 可是他从来没做过 能不能浮起来也是个问题 真不知道谁给的勇气 要是真诚的话 那就太有节目效果了 埃里卡一边收集香果 一边欣赏风景 自己挺怀念家里的生活 对于他来说 信仰能让自己更坚强 坚信着能在野外求生中获得力量 来之前家人们给了自己不少建议 大家都觉得他能获胜 虽然本人也不觉得会赢 但还是想看看自己极限在哪 至少待个礼拜时没啥问题 后面感觉不舒服就赶紧溜 毕竟自己确实没啥野外求生经验 反正现在就是走一步看一不了 多收集柴火保暖要解 他没有想到的是野外生活这么难 每次都要耗费不少时间才行 肯定有观众会说这么简单的事情 怎么还要浪费这么多时间 自己也是在努力适应野外求生 他本身就过来充数的 对自己都没啥期待 所以大家不要对埃里卡太苛刻 他能过一天是一天 艾达这边就要积极很多 他对奖金那事非常渴望 搭建将现在的庇护所慢慢完善 到时天气再冷也没有问题 晚上睡得好比什么都重要 先把这面墙给制造好先 虽然说需要的材料有点多 但是再累也要将这搞定 一个好的庇护所 比给他一堆食物更重要 缝隙一定要用第一填充好 确保寒风不会钻进来 大概弄成这样就差不多了 现在自己有个晾衣架晒干衣服 里面添加了不少干子做支撑 这边的入口不会有风刮进来 最满意的还是这堵墙 阿里卡这边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直没有将火点燃起来 每天都要耗费这么多时间在这上面 看着火焰点燃起来 心情才稍微感觉好一点 要是这火能一直燃烧不灭就好了 乔尔晚上睡觉那是非常不舒服 地面实在是太硬了 感觉骨头要被压碎一样 他已经做过不少尝试了 但是并没有什么效果 睡觉肯定是睡不好的了 希望明天能整点鱼肉吃 至少让肚子能够安静点也好 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日子现在是越来越难过了 如果还没有什么新进展的话 自己该考虑是否早点回家了 挑战进行到第三天 乔尔昨晚也没有休息好 前面夹起来估计还没睡够六小时 精神状态那是差得不行 还得勉强自己去干活 情绪实在是有点绷不住了 野外求生真的是不适合自己 尽管如此还是想努力一下 看鱼网能不能抓到点鱼吃 妮可这边倒是抓到条鱼 就是块头小的让人难受 真想放他回去长大点再吃 节目组挑选的地方确实不行 乔尔努力地将架子布置好 他希望这里布置鱼网有效果 就是水温实在有点低 冷得他那是鸡皮疙瘩兜起来了 问题是光靠一个架子还够 现在还得去制造多个 所以说为啥不提前准备 很明显乔尔已经集中不了精神 制造好后还得进到水里面 妮可的木筏倒是越来越完美 表面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 就不知道在水上的表现如何 他试着将木筏拖到水里看看 跟想象中一样 站在上面就沉默 妮可觉得是结构的问题 她还是会继续努力尝试完善的 现在又得脱光衣服去撒网了 真怕会冻出问题来 乔纳斯那的鱼网总算发力 块头已经相当不错了 抓紧时间将这鱼处理干净 他坚信后面肯定会越来越好 人生中拿到百万奖金的机会不多 一定要好好把握住 趁着现在还有阳光 多晒晒对身体有好处 我就好奇这样不会冷出问题吗 乔纳斯尽量是让身体多休息会 不给节目组抬走自己的机会 挑战进行到第四天 西莱维发现周围有熊出没 吓得他都不敢走得太快 幸运的是鱼网这边抓到鱼 不知道是不是机械的问题 感觉这边鱼块头都很小 这也意味着选什么要抓更多的鱼才行 西莱维男的有条大的 自己那是快要感动到哭了 镜头来到妮可这边 他并没有放弃制造木筏的想法 材料是一个大问题 之前用砍下来的树效果不好 打算换成枯树尝试下 留给他试错的机会不多了 实在不行就只能自己入水布置 幸好这次木筏比较给力 自己站在上面都没有问题 接下来可以尝试到更远的地方钓鱼 你可在木筏上那时一点问题都没有 以后就用在水里游泳布置鱼网了 心情那是好的不行 镜头回到西莱维这边 他已经逐渐适应以外求生 感觉自己待够个月都没问题 只是有点想念家人了 他很想早点回去跟家人们团聚 虽然说这样多少会影响到自己 但是他会努力将思念转换成动力 毕竟没有人会拒绝带着奖金的机会 自己也要争取一下才行 镜头来到丹尼尔这边 与刚来时相比 自己那是虚弱了很多 现在能吃的也就这些鱼肉了 什么调料都没有放 实在是太过鲜美 反正能吃的他都没有放过 尽量让身体多补充点能量 瞧瞧丹尼尔这表情 就知道这鱼饮有多么美味了吧 多吃几口感觉都能把自己送走 真的有这么美味吗 抓紧时间将这鱼肉塞进肚子里面 他还想着等会再去钓条鱼上来 没有什么能阻挡他赢得奖金 选手们那都是努力适应这里 希望能够在这里多待些日子 乔尔这边就要艰难很多 一天到晚都忙着手机柴火 差点就要将身体给累垮 他打算去检查下鱼网的情况 如果有鱼吃那就最好了 不然只能躺在庇护所里面休息 他以最快的速度将鱼网收好 想法是挺好的就是这边不配合 实在是冷得不行 立刻跑到火堆那边取暖 鱼没有抓到还把脚趾给冻坏 看样子是坚持不了多少天了 大家觉得谁有希望能够赢得奖金呢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